第262集 第十四主神力笑一声 便于再次出手 便在这时 就是现在 偏离宇宙中心极远的一处虚空中 席尔洛变异分身 获得睁开眼睛 对着六大强者教导 同一时间 席尔洛变异分身预言中的信息 同时出现在六大强者脑中 就是现在 几乎是同一时间 高悬于最上方 吃油的心海中 划过同样一个念头 嗡的一声 天空九星震荡 方圆百万里内的虚空 骤然一暗 九星的星力 突然之间如潮水一奔 消退一点 就在这一刹那 时间仿佛被分割成了数千万分 一道直径 达数百万丈的通明光柱 从天而落 重重的轰向虚空中 空荡荡的一点 而几乎是同时 三大至尊 摩帝皇 第一分神出手了 光滑一闪 三圣兽震天的城后 横跟于 达百万场里的巨大身躯 来回冲撞于虚空之中 那空荡荡的一角 而摩帝皇的双谋一案 一出手 便是席尔洛 阴谋之手 而第一分神 则使出了 结魔道第八世 狂道无匹的漆黑刀光 无声无息地 切过虚空 尽管虚空中 根本空无一人 但六人出手 却丝毫没有犹豫 一出手 便亲尽全力 时间洪流之中 第十四主神 正全力应对着本尊 和第五之尊 联手攻击 突然之间 一股极度危险的感觉 涌上心泪 第十四主神还没有反应过来 六道或光或暗的攻击 以铺天盖地之势 从身后的虚空涌来 轰的一声 重重地轰在 第十四主神 宽阔的后背上 第十四主神 钢铁般的后背 瞬间塌陷下去 一道巨大的刀创 从左肩拉到了右肩 而后心部位 更是被破开一道 通达前胸的窝口 透过后背 都可以看到身前 这是吃油发出的攻击 第十四主神 只来得及痛叫一声 便见到一只 白皙如玉的手掌 迅速地在眼前变大 本尊那张 丝毫不带感情的脸庞 迅速地出现在 第十四主神的视野之中了 砰 时间静止 在第十四主神 分心的一刹那 本尊抢先动手 就在第十四主神 被静止那短短的 一刹那时间 一只手掌 裹夹着万军之力 重重地 向着第十四主神的 额头派去 眼看本尊的手掌 即将映落 第十四主神 额头经营踢套的 时间神格 突然大放光明 时间静止 瞬间破除 就在本尊的手掌 轰落前的一刻 一只钢铁般的重掌 横盖于本尊的手掌 与第十四主神的额头之间 轰的一声 全掌相交的刹那 本尊的掌底 喷涌出光明神力 令得整个时间洪流 都黯然视色 刺目的白光 铺天盖地 重重地轰在 第十四主神身上 而几乎是同时 一股磅礴的精神力 重重地轰击在 第十四主神的脑海 重压之下 第十四主神 血泡如雨 金丝的血水 如泉水一样 从全身各个窍孔之中 迸逝而出 庞大的身躯 更是断线风筝一般 飞了出去 本尊一招得手 没有丝毫地停歇 立即脊椎而上 第十四主神的伤势 看似惨重 但本尊非常清楚 这些看似惨重的外伤 最多只是消耗一些神力 很快便会恢复如初 身形一晃 本尊化为一道 模糊的身影脊椎而去 而风云无际的 衣袍一荡 也向着第十四主神 消失的方向追寻 浩瀚的虚空中 六大强者 在暗中一动不动 脸上露出地听的神色 得手了吗 摩帝皇有些疑惑道 得手了 回复他的 是踏步众人上方 挥袍飞扬的魔祖持游 就在出手的刹那 众人几乎是同时感受到了 原本空荡荡的虚空之中 属于第十四主神 那一丝极其微弱的气息 摩帝皇心中大喜 集合与那六强者的策略 终于奏效了 在最开始的计划中 并没有预料到 会有本尊 这个超级强者存在 更没有六强者联手的计划 摩帝皇虽然答应持游出手 但是也是会看情况而定 如果第十四主神能拿下 那是最好 如果不行 便见势后退 至少保命还是没有问题的 但实际情况 却和摩帝皇预料之中 有很大出入 第十四主神居然掌握了时间之力 只是这一点 便不是他想退就能退得了的 听刚刚的第十四主神 发出短促的痛嚎声 若是今日不能击杀第十四主神 将来当第十四主神 达到巅峰状况的时候 便是他殒命的时候了 以第十四主神 雅兹必报的性格 这次抽手得罪了他 未来必是不死不休的报复 摩帝皇 一时骑虎难下 第十四主神 拥有黄金神体 我们的攻击 很难对他造成致命伤 这一次 第十四主神 并没有预料到 即便是他踏入时间洪流 我们依然具备攻击他的能力 下一次的话 他必然有了准备 再想击中他 未必会那么容易了 白虎之尊看了一眼摩帝皇 西尔洛 开始下一次预测吧 对于这个西尔洛便意分身 三大之尊始终心底不是很放心 西尔洛 号称是阴谋之王啊 控制着摩帝皇的身躯 吉尔洛便意分身点了点头 双手虚对 食指之间 拉出一条 细长的灰色云雾 虚空之中 再次传出剧烈的神力波动 片刻之后 六大强者 再次 失去了踪影 六大强者的联手攻击 的确重创了第十四主神 但却远不足以致命 鱼珠神 同时诞生的黄金神区 以及杀戮战甲的存在 使得六人联手攻击 根本难以奏全攻 第十四主神 一边飞退 一边迅速地修补着 受创的身躯 一股强大的黑暗神力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修复着第十四主神的身躯 短短的时间内 第十四主神便于恢复如初 唯一付出的代价 便是体内消耗了 至少十分之一的庞大神力 这对于第十四主神来说 是难以容忍的 任何一丝神力 对于未来 即便面对登陵神位来说 都是宝贵的 眼看本尊与风云无忌 再次出来 第十四主神怒笑一声 身形一折 不闪不避地 首次主动出击 一挥手 有暗邪恶的黑暗神力 漫天而来 轰向了本尊 而第十四主神 庞大的精神力 则轰向了风云无忌 轰的一声 两股庞大的精神力 如巨精一般 在虚空之中 狠狠地撞击在一起 宇宙中 某个偏远的角落 数十万颗运行的虚空之中 陨石突然之间 被一股无形的外力 搅成了粉末 化为了晕印的雾气 扩散开来 而本尊与第十四主神 发出的光暗神力 也在时间洪流之中 撞击在一起 在第十四主神出手的刹那 那六股磅礴的力量 再次从时间洪流之外轰入 轰向了第十四主神的落处 有了第一次受伤的经验 第十四主神早已有了准备 和风云无忌本尊交手之后 第十四主神闪电般的抽身 回身一掌 闪电般递出 迅速以时间静止 定格住了六大强者 发出的攻击 第十四主神 窃战窃退 同时面对宇宙八大强者的攻击 即便他曾经贵为诸神之主 承受不住 在时间法则的影响下 第十四主神与本尊 风云无忌 不断地在宇宙间同挪 每一秒 相差都是千万公里之遥啊 轰轰轰轰 赤油六位强者 配合的是越来越默契 席尔洛变异分身的预言能力 推测到 下一刻第十四主神 即将出现的位置 而第一分身的杀戮神格 和赤油 融入九星的灵魂 则能迅速地感应到 第十四主神精准的位置 在六大强者的配合下 时间洪流已经很难 帮助第十四主神 隔绝其他强者的攻击能力 论能量 与内八大绝顶强者体内的神力 集合起来 要远多于第十四主神 如果不是掌控了时间之力 以第十四主神体内积累的黑暗神力 根本不可能在八人手下支撑多久 更别说还有反击之力了 时间之力并非无敌呀 第十四主神也远没有成就时间之处的地步 时间之力的作用范围 始终局限于小范围之内 时间洪流外的六大强者 单独分支 谁都没有资格挑战第十四主神 但集合在了一起 各种能力配合在一起 军人对第十四主神直接构成了挑战 战争的巨轮隆隆隆而响 在太古卫面的血族大军 中央王朝大军 太古大军联合围攻 浩瀚的虚空之中 陷入惊慌与混乱的魔界大军时 师尤 摩帝皇 第一分神三大之尊 第五之尊 以及本尊 快若闪电 极若迅雷一般 在时间洪流之中交手 第十四主神 接触时间洪流的特性 飞速地在整个宇宙之间 挪移变换 每次间隔 都在千万里之遥 为了避免同时被 与那八大顶尖强者围攻 第十四主神 甚至有时前后两次 出现的位置 相隔了大半个宇宙 不管第十四主神 如何挪移变化 却始终摆脱不掉 同处时间洪流中的 太古剑神 与本尊 在两人联手攻势下 第十四主神的体内神力 极具地消耗 连带灵魂 也在太古剑神 绵绵不绝的 磅礴精神力轰击下 产生紊乱的迹象 气息 有时极为紊乱 更为令第十四主神 寂静怯怒的是 无论他怎么试图避开 位于时间洪流外的六大强者 始终能准确地出现在 合适的地点 以霸道无匹的攻势 穿破时间洪流 轰向自己 面对六大强者的联手攻击 第十四主神 只能频繁地使用时间静止 与时间逆流 同时调动杀戮神格中 与混乱宇宙中绵绵不绝地 吸收四处飘逸的能量 怒吼声中 九星大放光芒 磅礴博的黑暗神力 依附于亿万规则之上 星力的辅助下 没入第十四主神的额头 飞速补充着 第十四主神 在机动中消耗的能量 九星星力磅礴 每一次输入 第十四主神体内的能量 都极为庞大 然而 第十四主神 从外界吸纳的能量 根本不足以补偿 和补充 八大超级强者之间 战斗所消耗的 不仅如此 只要第十四主神 调动杀戮神格 便会被第一分神感应到 而他只要借助九星 吸收神力 又会被吃油感应到 有时候 由于第十四主神 从外界吸收神力的时间过长 第一分神和吃油 甚至不需要等待 齐尔洛变异分神的预言结果 并冥冥之中感应到 第十四主神的所在 直接发出最强的招式 轰向第十四主神 第十四主神 陷入了空前的困境 面对八大强者的联手攻势 第十四主神 只能频繁地使用时间之力了 时间之力 所适用的范围越广 则消耗的神力就越多 时间之力作用的对象 能量越强 消耗的神力也会越多 不论是魔帝皇 还是吃油 单打独斗 都不是第十四主神的对手 但这并不意味着 第十四主神就可以无视他们 一次次地使用时间静止的代价 便是神力疯狂地消耗 面对八大强者 密不透风的攻势 第十四主神体内的黑暗神力 短短的时间内 便消耗了接近三分之一 每消耗一份神力 便意味着 第十四主神削弱一分 第十四主神 渐渐地交集起来 却始终无法摆脱这种局面 相反 不论是虚空外的六大强者 还是同在时间洪流中的 风云无忌和本尊 攻击越到后来 便越发地流畅 众人心中均是大喜 按照这种情况下去 不用多久 第十四主神 便会因为频繁地使用时间之力 而导致神力枯竭 从而被打回原形 到时 便是第十四主神 末日来临之时 两颗神格 我要他的杀戮神格 摩帝皇 又是一记 席尔洛阴谋之手发出 同时内心的狂叫着 席尔洛便意分身沉默了一会儿 终于回应道 好的 你会得到的 两位亿亿年的伙伴 在这一刻 似乎看到了触手可及的梦想 第十四主神的气息 极具衰弱 每个人都能感觉到 三大至尊精神一阵 攻势越发的密集了 只要第十四主神一死 太古的攻势 则不攻自破 感受到第十四主神的气息变化 吃油 一直冷静的气息中 也透露出一丝焦躁 只有杀了第十四主神 师尊帝氏天 和守护一族族人们 才能在地下安息 与其他强者不同 第一分神 却显得非常平静 在第一分神看来 只要第十四主神没有倒下 便没有任何值得庆幸的地方 在今日之前 自己远不是第十四主神的对手 然而第十四主神 连续两次对自己出手 最终却还让自己逃脱了 这些 足以引以为戒了 只希望 亿万未面之上的诸神 暂时不会注意到这里 第一分神心中想到 恰意识地 撇了一眼漆黑的苍穹 第一分神 最强的绝学 是由三十万顶尖魔宫 变化来的悉心大法 而悉心大法 却因为时间洪流的隔绝 根本难以施展开来 只得一遍又一遍地 使出结魔道的第八是 神死磨灭 可以轻易地击杀黑暗君主的 结魔道第八是 面对第十四主神 根本没有施展的余地 一次次的时间静止 让第一分神的攻击 悉数落空 然而在这一次次 落空之中 第一分神 却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感觉 在结魔道第八是出手的时候 第一分神 清楚地感应到了 风云无际和本尊的存在 在初到那一刹那 冥冥之中 三分神之间 被切断地联系 又在那一刹那间 被联系在一起 你感觉到了吗 就在第一分神 还冥思苦想着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声音 穿过层层虚空 落入第一分神的心底 浩瀚的时间洪流中 太古剑神 激扬的长发下 一双飞扬的剑眉 突然跳动一下 你也感觉到了 第一分神心真一阵 脱口说道 话音刚落 这才恍惚 这种感觉 并不只是自己 两人只来得及 短暂地交流一句 这种联系 便随着结魔道 第八世的试镜 而消失不见 三人之间 那种毫无隔阂的联系 又消失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当灵魂再次 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第一分神问道 不知道 风云无际 回答得很干脆 这种情况的出现 并不在预料之中 第一分神沉默不语 脑海中 不停地思考着那种感觉 冥冥之中 似乎有一个声音 对他说道 你也可以拥有 第三分神的速度 和本尊的破网阴谋 当第一分神 又一次施展出结魔道 赫然发现 无意中速度快了不少的时候 终于肯定了这种感觉 然而第一分神的内心 却没有丝毫的喜意 相反 一丝极度的不安 却涌上心泪 在心神相通的状况下 第一分神的心思 根本瞒不过 时间洪流中的风云无际 在感受到第一分神 这次不安的时候 风云无际也沉默下来 风云无际 很清楚第一分神 在担心什么 两人却是心中沉重 风云无际 瞥了一眼前方的本尊 本尊的脸上 一片冷漠 看不出什么表情 老三 你曾经说过 原神一旦三分 便永远不会融合的 对不对 第一分神 有些不安的声音 突然穿过了 时间洪流的阻隔 直接在风云无际的 灵魂之中响起 一句话 倒破了第一分神 内心不安的根源 是的 风云无际有些迟疑的 当初 原神三分的时候 他的确说过这句话 三分神之中 第一分神 继承了本体的阴暗面 本尊继承了灵魂中的理智 而自己则继承了 本体所有的情绪与理想 第一分神这么问自己 并没有问错 时间在变 世界在变 从魏面中飞升入太古的时候 自己并没有料到 迎接自己的是一个残破的太古 更没有想过自己会在今日成就 第五之尊 但当初没有想到 并不意味着事情不会发生 当初说出那番 三分神不会再合体的话时 风云无际 还不过是意念剑体大法 第七冲天的境界 到现在 已经达至 第十一冲天的境界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三分神到底会不会融合 现在 连风云无际 也无法确定了